你先来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很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款 让我们可以独立媒体可以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深度的报道 让独立媒体可以真正的独立 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们前面几周事实上花了很多时间 在谈这个所谓的破迁的议题 包括这个航空城 包括南山公墓 那这些案子的背后 其实他不是只有一个单纯的故事 个人的这种经历 这每一个经历的背后 事实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制度跟结构的问题 我们其他大家可以持续的关心 这几个很重要的议题 这几个很重要的案子 不过今天我们要来换了一种方式 就是来跟大家讨论了 就是我们不谈这个直接社会事件 社会议题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纪录片 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非常非常多好看的纪录片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纪录片是金门留恋 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是这部的导演 洪存修洪导演 存修你好 大家好 非常谢谢存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应该有 是不是有十年以上没有见过面 十年之后再往上再见 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板桥社大 对吗 好像是板桥社大 好像是地方自之类的 反正就是 地方自是更早了 地方自是我第一次跟你见面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办地方自营展 然后那时候你们是城市农民地核口人吗 是 那时候你是不是才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没有来研究所 研究所刚毕业 那时候刚研究所毕业没多久 ok 对那两部片子我其实特别的喜欢 就是不管是核口人或是城市人物 就是应该是谈基隆河对不对 对基隆河 大水河还有关渡平原 对 对对对 然后在河的沿岸有百渡人 然后原来在关渡平原上面还有一大片的农田 那个其实是我在台北已经住了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我从来没有去看到这样的一个样貌 没有去看到这样的事情 不过这这几年其实你拍了的这个纪录片是跟金门比较有关嘛 那这个包括这个我们这是要谈的这个金门流链跟这个之前的三海经 我很好奇就是你是金门人吗 或是说你跟金门有什么样关系 为什么你最近这两部比较重要的纪录片 这个比较这个重要的作品都跟金门是有关系的呢 首先我不是金门人 我会想拍的原因是因为虽然我是台北人 但是我关心城市边陲的一些人 他们的生活 因为住在台北太久了 所以对于市中心里面的人会有点疲乏 所以对于城市边陲的人 他在不管在视觉上的冲击 或是他们遭遇到的故事 我会比较有兴趣啊 比较能够刺激我 那这两部片呢 我觉得你说跟金门有什么大的渊源吗 倒也是还好 但是如果用边陲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其实属于国性的边陲 就是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很早就接触到 那相对于城市的边陲 他又更边陲 而且他面对的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变得说 会去拍金门主要的原因也有可能是 是因为他是很边陲的边陲 所以我才会去拍 所以其实是因为你喜欢边陲的东西 你不太喜欢主流 或者觉得主流有点亚神 所以我们往旁边 往相对之下 比较没有人关系的地方去看看 去认识哪 应该说是 可能不是议题啦 是属于地理上的边陲 就是城市的外围 或者是国境的外围 因为那个东西 你说主流价值也好 但是我觉得在地景地貌人的样子 人的价值观 人所遭遇到问题 都不是我们在城市里 或者是在这个国家中心会看到的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吸引我 他可能不是所谓的 比较不是一个算是非主流 而是他的 整个地理啊 物质上方方面面的东西 对 不过如果相对于你刚刚 我们看到比较早期的作品啊 城市农民地啊 和口人啊 事实上你住在台北嘛 然后他是一个台北的边陲 比较台北的边缘 那你要去了解他 你要去认识他 你要去呈现他 看起来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金本你刚刚谈到 他是一个国境的边陲 然后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 对金本也存在的 很多的既有的印象 或刻板的印象 你要去拍一个相对之下 虽然都是属于所谓的台湾 中华民国的范围 可是你要去拍一个 好像有点遥远 然后你要坐飞机 然后还要飞越海峡 然后一个可能我觉得 我自己去金门这几次 我都觉得那边的人文地景 跟文化生活方式 跟台湾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你怎么去着手 你怎么去拍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非常陌生的地方啊 主要是这样子 我觉得纪录片 他就是其实拍片就是一种缘分 透过这个缘分会不断的把 自己跟不同的地方 或不同的人牵连起来 像我刚刚提到 就是拍着河口人这个东西啊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城市边陲的河流或湿地 所遇到城市开发 遭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冲突 那后来拍完这支片子之后 有一个金门的朋友看到 他刚好也姓宏 然后呢 所以他又打给我说 我们金门这边有遇到类似这样的议题 就是湿地要被开发 只是说开发的那个港呢 那个建设呢 是跟城市发展比较无关 而是要跟对岸中国通商的一个港 所以他就打了电话给我 我就去看了那个港 看了那边的湿地 看那边的生物 所以我就拍了《山海经》 但是在拍片的过程中 你就会慢慢接触到 刚刚老师谈的就是说一些文化上 一些地景 一些习俗 一些风俗 他们在当地的一些状态 你会慢慢了解 那慢慢了解之后呢 因为 在拍的过程中 我接触到了一些相馆 我又是男生嘛 我对军旅啊 军事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当年又没有去金门当兵 所以又触动了我这方面的兴趣 我又看 你好像想要去金门当兵的样子 没有 并没有 对对对对 对 就是 就是 我就在拍的过程中 又认识了这些人 然后通过这些人 有点像是寸腾摸瓜 摸上去这样子 又接触到另外一个领域 所以才又拍了金门留念 这个有关于相馆的故事 就是这个音源啊 如果当初没有去台北的城市河口 我拍了这支片子 那个金门的朋友也不会看到 金门的朋友也不会看到之后 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相馆的议题 就是一个像缘分一样的 的连结 对 这蛮有趣的 所以你不是一个准备好 或是我花了时间去做田野 然后才开始去拍摄 而是因为你去拍摄了 然后慢慢的到这个环境当中 发现 这里的生活方式 这里样貌 或是地景人文 或者是甚至一些宗教的习俗民俗 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 那你才慢慢去认识这个地方吗 是是是 比较随缘式的拍法 对 所以不是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所谓准备好的情况 那你去之后 有没有一些不适应的状况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一些觉得比较有趣的冲击跟经验 还是其实你已经有做了一些准备呢 嗯 当然刚去的时候是会有了 你会觉得很像是外国 因为他讲的话你听不大懂 虽然都讲米南语 但是他们的枪 他们的用字 再加上他们没有受过日制的 日本的统治 所以变成说 他的一些语言上 饮食上你会觉得很不习惯 那尤其是语言吧 他们你跟他讲 秘鲁啊 罗赖吧 这些他们都听不大懂 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日制 所以那个语言上的冲击 是给我蛮大的 然后就很像是以前去客家中 然后客家人在讲话你听不大懂 然后感觉他会不会讲你坏话 或者他讨论你什么的 刚开始会有 但是慢慢你习惯之后 你就入境水俗 反而是慢慢融入他们之后 我会觉得 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击 反而我觉得给我的不是冲击 而是我觉得在价值观 或者是一些 事情看待事情的方式的不一样 我学着会想去理解他们 怎么说 所以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一个最直接看到不同 就是他们种的 他们养 养殖值的 这个鹅啊 跟种的蚝啊 跟台湾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去那边要吃蚝叠 然后要去吃蚝啊 然后吃蚝啊 芋头 那芋头其实又跟台湾的不太相同 然后广东州的味道 跟台湾又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从一个纯粹的美食 我们大概就只有什么共糖高粱酒啊 可是你会那个日常当中比较小吃的 你都会发现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更何况你刚刚谈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所谓的没有经过日本人统治的 这个年代 但是我觉得更好奇的是你刚刚谈到的是 学习不一样的价值观 学习不一样看问题的方式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等一下反正会问到吗 OK 我们现在再来谈 但是像刚刚老师谈到的那些 有关于食物这种东西 当然食物是最直接最快 大家也最喜欢去了解一个异地的方式 但是从你了解这些食物背后 他就有非常多的故事 尤其比方说在影像上或干嘛的 比方说金门人他们觉得最好的鱼是黄鱼 但是金门人他们现在很少吃黄鱼 因为野生的黄鱼很难钓 然后野生的黄鱼很难钓之后呢 野生的黄鱼其实是上万元的 但是他们都会钓了之后 现在的方式是在透过海峡中线的 私底下的交易方式卖给中国 给他们吃黄鱼 其实在金门当地很少吃到野生黄鱼 但是后来我开始去了解这个鱼 金门的捕捞之后 我有看过一段影片 那个影片就有点像是 以前金马奖一部 一部剧影片叫可可稀里啊 这个在清康障高原 在猎捕藏领养的那个画面 我看到那个影片我有点吓到 就是因为野生黄鱼很贵 所以中国的渔船都会越界来捕鱼 然后中国渔船越界来捕鱼的时候 我们海巡就要去抓他 然后我就整理过一段资料片 就是我们的海巡要去抓这个 非法越界的中国的渔船 他们都会垫鱼跟炸鱼 就一网打进就对了 所以他船开过去的时候 他就广播说 这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海巡 你们已经越界捕鱼了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靠近一台渔船 当他靠近那台渔船的时候 对不对 后面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那个灯全部就亮起来 就很像是可可稀里里面 抓到那个藏领养的盗猎者 如果从那个零件跑出来 很多很多盗猎者 然后那个要抓的盗猎者的人 就被包围了 我们海巡就被所有的渔船包围 然后那台那个海巡的渔船的头 他们就说 什么叫做中华民国台湾的海域啊 我们的祖先从宋朝就在这边开始捕鱼了 为什么会说这是中华民国的海域 其实那段影片有震撼到我 也就是说我觉得在美食的背后 他其实跟台湾 美食背后的那些故事 我觉得就很不一样的 不管是历史背景文化的背景 或者是他遭遇到的冲突 我觉得那段影片确实实就是透过美食 这个东西有冲击到我 非常有趣啊 就是特别常常谈到宋朝 就是他们的海域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待会我们会提到在金门 会有看到这个朱熙的这个书院 就是纪念朱熙的书院 然后你会看到从宋朝开始 但台湾比较不会从 台湾大概历史大概从明朝 比较多直接有渡过黑水沟等等 你会发现那个历史的脉络跟历史的思维 所以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也会导致 也许我们大概也会提到所谓的认同上面的 一个很大差别 但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明明这个是所谓的中华民国的领土 在国境之西 但是我感觉好像在一个外国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 或非常有趣的现象吧 对 是是是是是 因为没办法吧 他离 金门离中国实在太近了 最近的距离2公里以内 可能退潮的时候游就游过去 但是他地理上的距离是很近 但是在政治上的统治 却有300公里以外的台湾 在统治 那台湾我们刚刚谈到 他经过了日治 经过了国民党的统治 这跟金门的整个脉络不大一样 所以在文化上在制度上 那个差异再加上海峡跟多年军管的原因 让台湾跟金门处于一种比较长期 长距离的分隔 那军管结束之后 大家接触之后 哇 那个冲击就出来了 嗯 那叫做国境中的异国吧 嗯 嗯 没有感觉 对对对对 我们再回到你的纪录片里面 来谈金门流链这部片子 刚刚你其实也告诉我们说 呃会去拍金门流链 事实上是一连串的偶篮 然后就开始认识的人 然后因为你对金门这个战地是有兴趣 然后你本身也是一个纪录片的工作者 对摄影对相馆这样的一个东西 事实上是有兴趣的啊 所以这可能是你开始开启 去拍金门流链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那可以先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部片子的一些内容吗 呃其实金门流链呢 呃这部片子金门流链嘛 我们以前拍照的时候 就是通常老派的人会在相片上写 几年几月 哪里流链嘛 对金门流链这四个字呢 都会出现在以前去金门当兵的阿兵哥 他们的照片上面 几年金门流链 鱼金门 小金门流链 那金门流链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透过这些照片 然后去引述一些人的故事 就是历史的关系 所以呢这部片他是从一个相馆 一个老摄影师 一些老照片 开始带出来这些故事 所以金门流链 呃意思是这样啦 那金门流链的英文名字叫做remember me 对 啊刚好那个时候去当兵的男生都是年轻 青春正盛 两眼炯炯有神 然后帅气 蓬勃的这些男生 所以他们在金门岛上留下他们最青春的样子 但是这个青春过了大概五六十年之后 再过来看 这个青春老矣 但是整个局势也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透过一个老相馆去谈到 一些个人的生命故事 同时也从他们这些个人 再去看到一些比较大历史的东西 这样子 你刚刚谈到这一处 我是不是很担心一去不回啊 就是以前的金马奖 或者是在过去都还是一个比较 跟中国时间是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所以到金门 会不会回来 事实上都可能是充满的不确定性 所以除了留住青春之外 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一个原因是 我去了之后会不会再回来 也是有这样的 其实这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回不来的故事了 像我的舅舅 我妈妈的二哥 他就没有回来 他就是在那边回来的时候 就是一坛骨灰坛这样子 然后我当兵的同梯 我们忠心以前几个人很好 他去当兵一样 他在哨所举枪致敬 也是没回来 所以这个没回来 我觉得某种程度 虽然是少数 但是这个扩散的效应是很大的 所以以前去金门当兵 大家就觉得说你去 就当做不见了 回来就当做剪刀的 在那个年代去金门当兵 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这部片子里面 事实上我看完之后 应该其实你自己也设成三段故事 一个就是一个从老向晚开始 就是一个战火这样一个单元 去了能不能够回来 然后不断的拍照 可能是一个留守 这样一个单元里面 在谈这样的一群人 或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 可否他怎么看待金门这件事情 最后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上岸 上岸事实上是谈的是一个中国籍的新娘 这些年驾到金门 然后在那边做一些战地的观光的工作 可以稍微简单一下讲这三段的故事 然后这三段故事又怎么样 透过这种所谓的相片相馆 去把它串接起来 好 其实 故事里面有分成三段了 刚刚老师已经提到了 战火其实就在讲一个老摄影师 他大概70多岁 快80岁了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大概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遇到823炮战 他家被打垮了 他们家的财产都没了 所以他也没办法念书 身无分文 他就只好去投靠他城里的亲戚 去学一门技术 他学的就是照相 当初小学照相很单纯 就是拍照 然后把阿兵哥留影 这些阿兵哥留影 其实有一个很妙的功能 就是因为那时候都在套战 所以阿兵哥他们都希望能够拍全身照 每个人都拍 因为拍全身照 你就可以看到头还在 手还在 脚还在 鼻子还在 眼睛还在 还是一样帅 然后再把这些照片寄回去给家里 报平安 就是拍照 他不是一种炫耀的功能 他反而是一种证明我还在的功能 所以那个时候基本很多人在拍照 他是一个很实行的行业 所以这个摄影师就去拍照 拍照有他战火底下的功能 所以都会取名为战火 那留守其实就是当兵最怕什么 当兵最怕不放假被禁足留守营区 所以留守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军事用语 所以有一个阿兵哥 他是军官 他当年去金门当兵 那去金门当兵的时候刚好是冷战 1998级左右 然后他去金门当兵之后 他轮調回来台湾 但是轮調回来台湾又好死不死遇到 蒋经国去世1988年 那蒋经国去世就要紧急召回 全岛长辈 可是他召回的时候他没回去 所以就被关紧闭 不加理 那出来之后就把他再调回去金门 当惩罚 但是他再调回去金门的 时候 他就认识他的现在的太太 就是福利社小姐 他去追福利社小姐 这非常典型的那种俊教片里面会有的内容 很像报告班长里面的 但是他是最成功的那一个 他娶了金门的女生 然后就留在当地了 可是事实上在台湾他的老家 苗栗铜螺 他的母亲其实一直挂念他回去 但他没回去 那么多程度我会觉得这是一种留守 就留在金门岛上了 那这个上岸呢 就是我觉得这一语双关 上岸是一个中国籍的外配 他架来这个金门 那在军管之前对岸就是匪区 也就是匪区的人架来 那匪匪上岸 敌人上岸 这个有一个这样的双关 那事实上他来到金门也是上岸 因为他是一个四川的姑娘 对他在嫁来金门之前 他完全没有看过海 他是来到金门才看过海 这也是一个上岸 然后呢 还有一种用语 好像在日文里面 是我听人家讲的 就是说上岸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女生 他在秦海浮沉里面 他被捞起来了 靠岸 靠岸 也有一个这样的意思 所以上岸就是说这个中国籍的女生 他到一个 曾经是敌对的国家 他嫁来这里 遇到男性 遇到国族一些冲突 所遇到的问题 上岸的意思是这样 那透过这三个人 热战就是战争 冷战 和平之后的金门 他们三个人刚好是串起来 就是两岸大概60年左右的一个 国共的一个战争 一个斗争的历史 他们生命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大致的东西 这个蛮有趣的啊 就是他不是一个个人的故事 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历史的故事 然后藉由这三个人 他不同时间到金门 那我们知道一个岛 或是一个岛的这种区域 他事实上来来去去 会有各种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进入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也会面临到一些新的生活 或是面临到一些新的冲击 那这个生活包括他的日常 包括他的家庭 包括他的国族 国家的认同等等的冲击 我们先休息一下 也许待会可以请纯修 来继续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这不是只有一个个案 他事实上背后可能会谈到 跟家庭的关系 那特别是远离的家乡 到这个地方 不管是这位中国籍的配偶 或者是那位从台湾 苗栗到金门去当面 而留在那个地方的人 他同时也会跟国家认同 或是一个国家到底要怎么样去 这个区域怎么定位 也有一些关联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过头再做相关的讨论 人马就是你还有几个青春的 你还有几个二十岁 看 请 长下看 报数 一 二 三 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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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也没有女朋友 戏里面最想的答案是妈妈 这是美军借给我们的 借给我们吗 妈 妈 妈 我记得我73年的时候 黄金门岛枪毙了五十几个人 黄金门岛枪毙了五十几个人 我是四川的 我是结婚之后 加来来这边之后 才第一次看过海 大海 大海 中国黄金中四川 中国中国香港 日本日本 Gentong 日本中国 中国国防 Task Force 南岛枪毙了五十二 日本国防得太破壞ed 红墓补剿 超市 美国国防得太 plain了 好 再来 拿刀拿香 两岸合并 笑一笑 欢迎再次回到 390万会客室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仲 香燦燃时光会客室 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可以期待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在我们的萤幕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捐款的相关资讯 透过您的捐款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独立 走得更远更好 我们一起可以持续的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访问的是金门留恋的导演 洪存修 存修你好 大家好 欢老师好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已经大量少量的剧透 金门留恋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剧透 还是要实际的去看这个影片 你才会真正的发现有很多的细节 然后很多的影像的处理的方式 或者很多的故事它是很优维很细微的呈现在这个影片当中 所以金门留恋事实上现在也开始推出了DVD 所以大家可以到金门留恋的粉专里面去购买 也刚刚上面有一些相关的片话跟这个内容的资讯可以做参考 好那我想要再请教一下 存修就是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面有提到 就是这不是一个三个个人的故事 你是透过这三个个人的故事去 透过相片这件事情或上闪这件事情是 串接起来的 那这三个个人的故事 背后事实上也会涉及到 他们在生活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冲突 挣扎或是适应的过程 甚至也会跟这个国族国家的认同 是有一些关系的 你在这影片里面 怎么去处理到这三种 这三个人的一个背后更大的结构 或是制度上面的一些问题 这三个人我们刚刚提到了嘛 就是一个老摄影师 一个曾经去那边当兵过兵的阿兵哥 还有一个中国籍的配偶 那他们三个人呢 其实他们的生命的改变跟转折 都跟这个大时代的历史有关系 比方说这个摄影师家里被炸掉了 那些炸掉的场景其实都还在 那炸掉了 他生活开始改变 他就没有持续的念书 他就学一门技术 那这个曾经去那边当兵过的军官 他为了爱抛弃 为什么在讲抛弃 为了爱远离他的家乡 为什么 因为当年蒋经国去世 被紧急召回 你能想象现在蔡英文怎么了 我们部队全岛战备被紧急召回 阿兵哥会怎么样吗 不会嘛 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就会有这样的事嘛 所以说他被紧急召回没回去 然后就把你再调去金门做惩罚 然后认识他的老婆 他从此就留在那个岛上 然后远离他的家乡 那这个石成梅呢 他一直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地方 他一直觉得台湾前沿角木 他一心一意想加过来 但是没想到驾来台湾之后 一到台北的机场 他觉得说为什么还要坐飞机 因为要去金门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金门这个地方 他以为他是要在城市生活 没想到是要到一个国境的边陲 去生活 而且对岸居然离他的家乡这么近 我飞机还要转那么多 绕了一大圈再绕回去 对绕一大圈再绕回去 而且看起来对岸一天一天比台湾有钱 那我干嘛离开我的家乡 我觉得这种荒谬 他们的人生的一种转变 一个旅程 其实都跟这个政治也非常有关的 那说到这个 我会觉得如何要把这些 透过文字或者口语可以传播的 他们的故事影像化 其实我觉得照片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够留下的影像 尤其在那个军管时 又在金门 其实你能留下影像并不多 但是照片是一个 轻巧 怎么讲短薄轻巧的东西 他可以偷拍 他可以偷照 他可以偷留 所以有非常多那个时候的影像 是透过照片的方式 可以去连结他们的生命故事 所以相馆照片 摄影师这个东西刚好也成为了这只片子 要谈这些小人物大历史的一个很好的素材 可以去连结 可以让他影像化 对对对 这蛮重要 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台湾去看金门 常常会有某种工具性的角色 例如说他可能是一个 堡垒 一个前哨战的这种概念 或者是他常常会是在选举当中 寻求某种政治认同跟选票的一个工具的角色 可是事实上 这个其实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金门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不公允的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刻板的 因为就像你刚刚谈到的 即使在金门的人 他们其实 简单的讲讲 我觉得绝对不会是只有这三类 只是你挑出的这三种不同类型的 他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一些有趣的故事 他们自己的一些认同 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种 一种挣扎的这种东西 就是在每个大的时代当中 那个小的个案 那个细微的个体是不能够被忽视 不能够被忽略的 我想这也是纪录片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跟意义 刚刚你谈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你谈到那个中国籍的配偶 其实从中国来 然后还要转展的到金门来 然后每天看着对岸 就是在看到厦门 然后那个房子盖的越来越高 然后晚上灯火越来越通明 甚至每天晚上可能都会有灯火秀 在向台湾这边去炫耀 然后金门又可能因为某种的地理的因素 军事的因素 或者是他有一些限界 他有一些这种发展的这种因素的 这个所谓的限制在 然后每天看着那个越来越繁华的厦门 然后那个烟火秀 烟火秀在那边不断的每天在那边上映 金门人怎么去看待这个 很有趣的一种现象 就是一方面很近 然后他又跟我又是一个敌对的关系 然后他又是一个 因为每天又进一步的发展 然后我这边又没有什么太多的 能够去发展的机会 这其实是很矛盾 然后在地理上 为啥就是一个矛盾的 他其实离中国很近 但是却被在几百公里的台湾同志 那又被纳入台湾的版图 变成这个岛屿的前线 要跟对岸他自己同胞打仗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很矛盾 但是历史毕竟过去了 他们现在的金门人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矛盾 我觉得这是我的观察 这是我的观察 我觉得 身为一个全中华民国跟台湾国境里面 唯一跟中共交战过肉搏战过的 也就只有金门岛 那我会觉得金门他是最了解老共的坏 但是他也知道中共的快 也就是说他跟他肉搏战过 打过登陆直接打打杀杀 在死人很多人受战火洗礼 他知道共产党有多坏 因为我那个老摄影师 他都发明以前在躲防空洞 B洞 就是他们讲B洞 躲到防空洞里面 他们就觉得很安全 因为空气警报想我就躲防空洞 他说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 共产党就发明一种炮弹 就是叫专地炮弹 他都知道你防空洞在哪里 他就直接打那个炮弹进来 他都吓了半死 所以他们一听到空气警报声 他会非常的害怕 他说现在听到空气警报 他也都会非常的害怕 所以他很了解 共产党会搞什么嘛 他知道共产党的快 但他也知道共产党的快 因为对岸的厦门 从一片漆黑 变成是刚刚管老师讲的五光十色 他们其实都看在心底 但是我会觉得 他们是处于这种矛盾的状态 所以他们会做出的选择 某种程度 有他们的价值判断 但是我会觉得身在 2-300公里以外的台湾 比较看得到是共产党的坏 很少看到共产党的快 因为不像金门这么近 所以我会觉得 他们这种矛盾的心态 他们会变成是一种 我觉得比较包容 比较顺从 甚至比较服从 我一直很听现实 讲用一句网路的用语就是 打不过他就加入他 我觉得有一种这样的态度 他们就不会去硬干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小岛 他们知道 他们只要一表态 一说什么 他们很有可能 就会把自己陷入一个危险的状态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 金门人这点是他非常保守 他会懂得吞人 懂得 歧视宁人 很多啦都不管了 这跟台湾本岛的态度是不大一样的 就是面对所谓的强权 面对强权的求生的方式 生存的方式 那个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就在 这个坏蛋也好 巨人也好的脚底下 要处理他一定先处理他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 一个军事上面的恐慌 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的捷径 而是有很多 包括那个实地的战争的威胁跟冲击 以及那个看着对岸的经济发展 甚至在很多生活上面 他已经是在依赖 中国的福建 在厦门这一代在生存了 对他们就是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处于一种 一直不断的变动 变证的过程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 基本是一个军事的岛屿 他被强加了非常多的使命 但是金门的也不是笨蛋 他会看他会想 所以比方说我拍的一个阿兵哥 我拍的那个留守的那个军官 他跟我讲 以前军管的时候 他们站在这个金门的海边 他们都会看到对岸有一些洋房 有一些学校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去放假观光 会去马山这个博音站 看的时候 他们又望眼睛一看 才知道那个学校都是假的 就只有一面墙 洋房也是假的 就只有一面墙 后面都没东西 然后后来厦门在盖高楼大厦的时候 他们就会认识说那些都是假的 直到有一天 他们去了厦门之后 他们觉得大厦里面居然有住人 这跟我以前认识的不一样 我觉得那个辨证的东西就来了 他们会想 哇 他们变那么快 而且还是有钱人才可以住的海景第一排 他们会去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辨证的过程里面 他们会有一些想法 这个想法 我觉得那才是很重要的 这个其实蛮有趣 他其实比台湾人更早 或者更长去面对 这所谓的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 对认知作战 所以我其实也想知道 住在厦门海景第一排 让他看金门的时候 是里面在想着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台湾海景 关台第一排 这是一个蛮值得 从不同的角度去外卫思考 去了解的一个面向了 好 那其实你也曾经说过说 希望借由本片的金门流面 能够去明晰自己对金门的疑问 也提供在三百里之外的内作 特别是强调抗中宝台 芳心未哀的岛屿历史借进 那所以你原本对金门的想象跟疑问是什么 那也许刚刚有说一些简单的回答 那这些金门的经验跟这个抗中宝台的这种 特别是芳心未哀的岛屿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借进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看待 不只看待金门 这我们怎么从金门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呢 因为其实我对 因为我在拍片之前 我完全没去过金门嘛 对所以我对金门一定会有想象嘛 就比方说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的二舅在那边过世的嘛 我同期在那边自杀嘛 然后还有就是我老爸 就是要当兵的时候刚好是 823炮战的前夕 我爸想尽办法赶快跟我妈求婚 跟他结婚 然后用彼此的方式 还招一直延后 因为他的邻居有很多同学 事实上就是金门打823炮战的 他吓都下半死了 所以我对金门的想象一直就是 我千万不要抽到他 我好怕去哪里当兵 我很恐惧嘛 那这个恐惧我觉得 就一直在我心里这个想象 那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金门怎么那么冷 为什么他的政治倾向可以这么单一 我记得马英九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 马英九在金门拿了9成5的选票 我心里想说9成5 这不是威权国家 很像是习近平的 以前的国大选举 或者是这种习近平这个选举 才会出现的状况 对就是有点类似集体鼓励组长 这样子就通过了 他的通过率可能99.9%这样子吗 可是 台湾不是民主国家吗 怎么会有这么单一的 正式的选择出来呢 我就会有一些疑问 那我会觉得这些疑问 后来去金门接触到一些人了解一些 金门的历史之后 你会觉得这些疑问 好像都在历史里面可以找到答案 然后这个答案我会觉得就是 把它总归一句来讲就是 1949年的这场战争 他并没有结束 他还是一直持续 我们都一直在讨论说 是不是2023会开始打仗 是不是2027会开始打仗 不是 这场战争其实都没有结束 那比方说就比方说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话 我会就会导致很多 我用台湾的主体的观点 来看金门的想法 比方说 1949年的时候 国共内战 蒋介石一路被打到台湾来吗 那其实1949年10月的时候 中共在北京见证 他就罚德中讲话 可是1949年的10月 其实这场战争还在打 共军已经打到了厦门 然后到了大概10月 10月中吧 他10月中的时候 他打到厦门之后 他10月底他就渡海要拿金门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知道的古灵头 古灵头战役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如果从中共见证 跟古灵头连起来的话 你就会知道 那个是一路打下来的延续 然后后来古灵头他失败了 因为中共海军不强 然后就变成是1954 跟1958的93炮战 跟823炮战 用炮去打你 那823炮战对我来讲的话 以我的认知念到的历史 就觉得好像战争就打到这边 就停止了 可是换成金门人的角度是 这场战争没停止 是因为1958年之后 持续的继续在单打双不打 就是老共单日用炮打你 双日让你休养生息 让你四农工商 那这个单打双不打打了21年 一直打到1979 所以823炮战 有些人的论述是1958到1979 然后到1979之后 就好像是看似停火了 可是金门事实上还在军管 但台湾这个时候的台湾开始就是 美丽岛事件 开放党禁报警 就是民主化的过程了 还有经济体积 亚洲四小孩 我们都处于一种在经济跟 民主的狂飙的年代 可是金门这时候还在军管 台湾的解研是1987 但是金门的解研是1992 完了5年 可是完了5年之后 1994重要的来了 就是1994年的时候 民党成立了嘛 民党成立的时候 民党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金马撤军论 对 也就是他从金马撤军 撤军了之后 金门人就会觉得说 你有这么急吗 才刚军管结束两年 你就要撤军 撤军了之后 谁来保护我 撤军了之后 我的经济 我的阿兵哥的消费 都没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金门人开始对民党 有负面的印象开始 然后再加上民党 他是一个比较主张 台独的政党 但是又是一个 你把他的旗子担开 只有台湾 你看不到金马的存在 所以金门人就会觉得说 那你是主张台独的话 如果台湾独立 我跟你一起可以啊 可是你好像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所以这个时候 民党的这个 跟他的距离又拉开了 导致于就是说 当金门人手上 没有枪可以面对敌人 他只有选票可以 面对敌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个 跟敌人比较和平相处的模式 而不是会选择要捍卫 台湾主体价值的政党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从历史来看 其实是一个可以找到答案的东西 但是就是说 我会讲为什么抗中保台是一个 可以作为借境呢 是因为再从历史去看的话 你从1958年的这场战争 你会发现就是说 在打823炮战的时候 事实上美国跟我们有邦交 美国有邦交的时候 他一样还是卖武器给你 打还是你自己打 但是对照现在其实有点很像的 有点类似的味道 1960年 1960年的时候 那时候尼克森不是来台湾吗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 尼克森来台湾的那5天 中共为了表示欢迎尼克森 他连续炮击金门5天 你回过头来看去年 他一样炮击哦 只是他炮击的地方不是金门 他是直接打到台湾的家门口 所以那时候我一个金门的朋友 是那个老摄影师啊 他跟我讲说 其实现在金门是台湾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中共的炮弹 已经可以打到美国或台湾 他不会再打金门了 太近了嘛 如果你要投资跟资产 欢迎来金门 金门是最安全 上港空间最大的地方 不过我真的觉得 金门是一个蛮适合生活的地方 对 如果从你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我们 同不同意金门的这些不同的民众的一些思考 但是理解它是一个必要的 而且从历史去理解 去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更重要 去认识金门或是透过这部影片 或是认识我们跟金门 就是台湾本岛跟金门之间的关系 甚至跟不同离岛之间的关系 都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因为民主讲的要是多元 多元其实就应该至少理解 是一个最起码的开始 我觉得从这部片子绝对是可以让我们 有一个开始去认识金门 理解金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当然你刚刚一直在谈这个历史 可是金门历史 其实绝对不是只有我们所熟悉的什么 古灵头战役 823炮战 国共内战 它事实上是一个更长的历史 例如说从宋代就开始在那边捕鱼 所以它里面有所谓的珠西的五江书院 或者是那边有非常多的羊楼 我真的去金门看到金门的羊楼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羊楼真的差太多 就是那个羊楼 羊楼是羊楼群 然后里头非常厉害 那会有这些羊楼表示 他们从明代开始就很多有钱人 然后开始到南洋去做各种不同的开发 做不同的贸易 然后再回过头来去建设自己的金门 这个地方 然后你在金门里会 你可以看到有明镇的 郑成功的跳板式的遗跡 对不对 例如说小金门 然后要前进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 遗跡 然后你会看到在古宁头那一带 或者是你会看到很多 这些一些防射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当时的炮弹的冲击 或是毁坏的屋子 然后我去金门我最喜欢看的是明老遗址 就是明朝开始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防射 我当讲完就会发现哇这个金门实在是非常多样 非常多的历史的交杂 然后有政治跟经济贸易 甚至有说人文的这个地方 你自己在金门的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或是你对金门的了解 这些所谓的历史的发展去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金门的样貌 或者是造就了什么样的金门的特色跟金门的性格 当然去金门之前我不会想这么多啦 去的时候你会了解嘛 那其实后来你如果你从历史去看的话 其实金门的开发时比台湾早1200年 对 从旁边就有木马猴了 就是有为了安死之乱 有人在那边木马有灌输 所以金门人事常在跟我讲说 你们台湾一两百年就可以一级古迹 如果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我金门不就全岛陷阱了 真的 我觉得有点臭屁 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文化底蕴 非常有自信 他真的还会讲说你们台湾 台湾文化 我们金门你看近视这么多 光一个穹林就几十个近视了 他们有几个近视啊 我就觉得他们会有一点轻蔑 甚至有点瞧不起的方式在调侃台湾人 所以我会觉得他这一点 他其实是很有自信的 没错 可是你会想就是我们 实际上可能用台湾的观点就是 啊 我们台湾至少在物质上比金门 进步个一二十年 可是用同样标准来看 如果反过来讲文化眼镜 讲这个文化眼镜会遇到的问题 金门可能找我们不只一二十年 没错 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讲来 这样这样子来谈的话 事实上文化眼镜上的话 金门就要跟 台湾要跟金门说学长好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我觉得有些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 就是下南洋或是 柔欢桥乡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明清的时候 金门就非常多人下南洋去做生意 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闽南一带三多田少 没有资源他下南洋去做生意 那其实下南洋就不是很像是 我们现在新南校嘛 就往南方发展嘛 那下南洋之后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基本人叫下南洋叫柔欢 去翻地做生意柔欢这样子 就是降落的落嘛 柔欢 落翻降落的落翻是翻人的翻 就跟广东画弱是一样的概念 是这样子吗 对就落翻 那落翻其实会遇到的 南向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跟台灣现在很像嘛 就有什么新二代啊 歧视啊什么巴拉巴拉巴拉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后唇 嘴巴很厚的后唇 就是一个金门导演拍的 那就是一个他现在是古宁国小的老师 他姓李 因為古尼的侯都姓李 他就是因為他嘴唇很厚 他從小就會被歧視 就會被笑 會被排擠 後來才知道他嘴唇很厚 是因為他的阿嬤是印尼人 他阿公當年羅番 羅番去取二房 所以他就透過這個紀錄片的追尋 去找到一些 他跟他祖母的連結 還有這些歧視的來源 還要怎麼樣看待這個歧視 然後他爸爸遇到更大的歧視 因為他爸爸水準比他更厚 我還要講跨水 這個很妙 這部紀錄片很妙 所以我覺得金門他其實早就遇到 這個新南向所會遇到的問題 那 這種跟台灣不一樣的歷史脈絡 也造就了金門很不一樣的性格 比方說這個一樣是離島的媽祖 他其實跟金門的歷史背景不一樣 他的性格就會造就他不一樣的 島民的性格 比方說像馬祖就是一個傳統的漁村 馬祖的耕地很少 他不像金門一大片都是平的 都是山 所以他就只能抓魚 然後他就只能抓魚之後 再加上他沒有下南洋去發展他的經濟 所以他就是一個比較賺視經濟弱勢的漁村 直到國民黨的軍隊來之後 通過軍隊的建設才把馬祖的建立起來 所以馬祖人對於軍隊的服從 跟對於國民黨的服從 是比金門人更高的 嗯嗯 可是相信之下金門人就不是這樣了 金門人他有很豐厚的文化底蘊 嗯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宋朝 然後租金就過去 租金學院這種 然後很多近視 然後下南洋賺了很多錢 有富又有貴 再加上他有酒廠 然後軍隊的數量 阿兵克的數量又比馬祖多 他經濟來源更高 所以他富貴 其有情況之下 他其實在面對 呃 胖爭或幹嘛的時候 其實金門人講話都會比馬祖很大聲 嗯嗯 所以當年我的片子裡面 當年1994阿扁去 金門的時候 被金門人嗆 直接嗆 對 我就覺得哇 那個東西可能就是 從歷史的脈絡裡面來了 那阿扁去馬祖 我相信不會這樣 嗯 不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就是不一樣的歷史脈絡 形塑出不同的島嶼 的民眾的性格 嗯嗯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會看到金門的這種 從早期的歷史 然後到戰地 然後到現在剛剛談到撤軍 呃 這個已經慢慢開始一些轉變了 所以他從戰地到現在的全面的發展觀光啊 就是觀光非常重要 他一個經濟的來源啊 我不知道你怎麼去看待這樣的一種轉變了 當然剛剛談到 呃 有些觀光當然會把一些歷史是推出來 但是也有可能把歷史給樣品化 好把這些古蹟給樣品化商品化 或者是我這一次去金門 我有一個感受 我不知道我這感受是不是對的 就是我到台東機場其實很難買票 然後其實台東那一大堆的後補 可是我到金門的時候我發現 呃 金門在街上的這些觀光客 沒有我前兩次去的還要多 為什麼 因為我前兩次去的時候 大概疫情期間 所以大家可能都會在這裡 可是現在開始開放小三通了 小三通又再次開放 所以這很多人事實上都是把金門當作是一個 一個路過的 路過的站 站體或者是一個看板 就好像這個 蘇花改通了之後 大家去花蓮 然後宜蘭的那個經濟 原本期待可以長出來的 那種所謂的觀光產業 好像也面臨到一些衝擊哦 我不知道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個金門的近期的這種發展 嗯 其實就老師剛提到了這個 這個這個小三通的中轉 他其實某種程度 金門也肩負了一個 不一樣的 嗯 異位置的功能 或者是他不一樣的產業形態 就他中轉 他就是一個中轉的過渡 所以金門確實是一個這樣中 因為他跟馬祖的小三通比起來 都近很多 而且馬祖對岸是一個小鎮 金門對岸是廈門 無界的最大的商業中心 所以金門他現在有一個這樣的面向 不過就談到觀光這件事情是 這也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小島 他天然資源匱乏 他就必須發展觀光 這是沒辦法避免的 只是說 這個觀光要朝哪一個方向去發展觀光 你要給人家看什麼 這件事情我就覺得是有 蠻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我剛有提到就是說 嗯 嗯 有一個俗言就是說 廈門富 金門貴 嗯 就是說廈門是很有錢的商業都市 嗯 但金門他就是有他的貴氣 這貴氣可能就來自於他的文風鼎盛 嗯 其實很多 擁有非常多的豐富的自然生態 貴氣在於這裡 如果是朝這個方向去推的話 我覺得很多 東西是 就是相較於台灣 然後他甚至可能更是一個 更純粹的漢文化的一個總和 嗯 比方說 我們講台灣的府城 鄭成功 剛剛我們提到鄭成功 他就是一路從金門 澎湖到 台南嘛 建立的府城 然後台灣 台南才有很 那個 很豐厚的所謂的府城的文化 可是府城 鄭成功 你再去現在台南找 你可能找不到 鄭成功的遺族 嗯 或幹嘛 你只能去看到一些留下來的 建築 嗯 物件 或者是一些什麼東西 後來我念了歷史才知道 原來鄭成功的遺族 在清代的時候就已經被 清朝調去東北守邊疆 去防止所有人入侵 所以台南很少找到 這個鄭成功的遺族 可是呢 在金門就不是啊 在金門啊 我拍的那個 三海經的主角 他就是鄭成功的水兵部將 宏旭的遺族 嗯 他每年都還要上食堂 去拜鄭成功 跟拜 洪旭 哇 我覺得他就是活生生的存在那裡 沒歷史啊 對 然後他還跟我扯說 你這個姓洪可能就是跟我們有關係 你拍片之前先來忠實 拜祭 我就覺得這很妙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以這個方向來講的話 金門的富跟貴氣 金門的貴氣其實是有的 就是說以這個文化的面向 而且加上他有分 非常豐富的生態 所以我們看的是對岸 很五光十四的廈門高樓大廈 可是轉頭一看 我們這邊是從明鳥叫耶 我這邊有很豐富的潮間帶生物耶 所以以這個方向去發展觀光的話 我會覺得 我自己以我自己個人觀點來看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長久 比較有底蘊的東西 可是 剛剛老師有提到嘛 就是說你會看到有一些硬體建設 或幹嘛的 或者是他說為了 然後一個觀光客做了一些發展 他們就會有一種就是 有一種心態就是有些人 然後就說台灣有也要有 廈門能為什麼不能 真還會有人提出 就是要把金門建設成小香港 這種方向 那這種方向的話 我會覺得 不過香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區域 有些區域 他真的很有廣東香港的特色在裡頭 他們可能想到就是高樓大廈跟港口 所以才會有 我之前拍的三海經 就是為了要跟對岸的中國做生意 他要開港 這樣的情況發生了 所以我會覺得 這件事情我覺得反而 你在依附這種比較主流的價值 或者是依附一些物質 或者是別人成功的案例的話 很有可能會捨本觸摸 去失去掉 在文化底蘊的東西 或者是生態的東西 比方說 為了蓋公公飯店 就猜得很 對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就覺得說 這真的是長久之計嗎 我覺得身為一個影像工作者 我們只能用觀察的 我們實際上沒有太多的影響 或幹嘛的 但是我觀察到的確實是這樣 就是一個他們還在辯證當中 對 的確我覺得這個去了金門之後 我才發現我的視野真的很狹隘 我對今天都瞭解 真的不多 那今天跟這個純修聊了之後 其實也發現金門有很多 真的比我原本想像更深入 更值得去討論的地方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什麼 觀光旅遊局要帶大家去那邊玩 但是 但是還是要推一下你的紀錄片 就是這部片子真的很好看 就是入圍了 這個去年台北電影節的 四個重要的獎項 那我覺得是一部很棒的一個紀錄片 那最好是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這部片子 應該有到金門去放映過對不對 金門人怎麼去看一個 台灣人拍的金門的紀錄片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 一個不同的觀點跟角度 來去對話的可能跟機會 我就是如果用台灣人角度的話 我事實上 我用我的兩支片子一起來談 我覺得會比較有一個明顯的差異 就是我第一部片《山海經》 他是在講 為了要跟中國對外做生意 在他們的港灣 這個港灣裡面有一種火化石叫厚 在港灣的一個硬體電射 就破壞掉厚的生態這樣子 那我拍了這部片之後 當然就參加一些影展 有很多觀眾來看 有一次有一個觀眾 跟我講說 你這片子很好看 可是這是台灣人的觀點 蛤 為什麼這是台灣人的觀點 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1992年之前我們金門都在軍管 我們沒有辦法發展經濟 沒有辦法電射都現建 1992年之後 我們金門人好不容易解足軍管了 我們想要發展經濟的 你們告訴我要環保 我連環境污染都沒看過 你就告訴我要環保 你們台灣已經經濟奇蹟 環境污染完了 才想要繳環保 你怎麼跳過了經濟奇蹟的過程 就要來我來講 這沒有道理 對 他說你這樣做基本的很不公平 因為我有被刺到 所以我後來就 這部片我就採取了一些比較 金門在地的觀點 然後不同面向的金門在談一些事 嗯 然後在金門放的時候 我總歸來講就是兩種聲音 兩種聲音 一種就是 他們看了之後就覺得老一輩 就是大概老一輩 就是老一輩大概 我覺得大概在1975 174之前的一些老一輩 出生的這些老一輩 他們會覺得說 也不是 也不能講1975是老一輩 你把我算成老一輩了 哈哈哈 也不能講 我不曉得那個詞 我們就以1975年為界 好好好 沒關係 你也是老一輩 我沒有差 哈哈 對不對 哦 就那個主角 他們就會覺得說 就像片子裡面 那個陸佩的主角講的一樣 嗯 誰跟你台灣呢 我福建金門 我身份上 聖上寫福建 你想台獨 你自己去台獨 你不要把我扯進來 我是中國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 70年代之前的這些人 他會有這樣的想法 而且是多數哦 因為這 這群人不是多數 就是那比例很高 就是在這個族群裡面 比例很高 是因為戰爭是他們的集體記憶 所以他們會有這樣的傾向 可是年輕的一輩子就可能不是 也就是他成年了之後 他接受到了 總統民選 用民主制度選出政治人物 他看過民主改革的過程 可以勇敢發表自己意見 就是接受過民主化的這些年輕人 他的想法可能就不是這樣 他們覺得我制度跟你中國不一樣 所以我會選擇跟 長輩不一樣的態度 甚至對長輩的這種 長輩的這種 價值觀有點嗤之以鼻 可是 他也會有矛盾的狀態 有一個金門的年輕人跟我講說 看完這支片子之後 他會覺得金門的 夾在台灣跟中國之間很矛盾 是因為他的課本打開來 他會覺得 從 原住民跟漢人的衝突 從日本人的八田羽衣 或者是物色事件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 228事件 白色恐怖 這跟我金門的沒什麼關係 但是會提到金門 就只會提到823炮戰 金門護手台灣 成為堅持的反共堡壘 他就短短的擠航制 他會覺得 我很矛盾 因為 台灣的價值觀沒有把我當自己人 但是我在島上 我又跟我的長輩 這樣的價值觀格格不入 然後我就覺得 夾在這個中間的這個矛盾 反而是金門年輕人 他要面對著一個 很充滿衝突跟辯證的狀態 但是我會覺得有一件事情是 民主就是理解 剛剛老師有提到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能夠理解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其實228也不就是短短的一兩行 不過 228現在可能在歷史課本裡面 他是一個非常大篇幅的論述 我們能夠了解在那個情況之下 國民黨給我們的教育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換位去思考的話 我覺得某種程度我也能夠理解 金門人他 只有兩三句話就帶過的 因為我並不覺得 228跟金門這兩個 事件跟地理位置 對台灣的影響 是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對台灣影響很大 所以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去理解的話 我會覺得 那是一個慢慢理解的過程 金門的歷史的定位論述 或者是他在台灣的論述 他可能會越來越多 我覺得這是好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畢竟經歷過那一代的 的那種教育 我們大概知道了 對 我覺得這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出在於我們剛剛有提到過 就是把金門給工具化 我們就是沒有好好的去認識金門 所以也沒有辦法從金門的角度去理解 思考 他們所存在的這個歷史的過程 意義 或者是價值 甚至他們怎麼去看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他可能去看台灣的關係 甚至你剛剛談到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 那歷史課本怎麼去描述我們 對 這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 我們在看撒伊德的東方主義 就是我就是從一個 台灣的觀點來認識金門 可是金門怎麼去認識金門自己 這我們在談本土化 我們在談一個所謂的在地化 一個非常重要 不能夠去忽略金門 這樣也感覺是在國境之西 然後又有點疑似獨立 然後又把它當作是一個純粹工具的 這種角色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本身 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檢討 也很重要一種反思的過程 那也謝謝這一部片子 讓我們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金門 也讓我們開始有這樣的一種 一種重新在思考台灣跟金門的關係 或者試著從金門的角度去認識金門 跟認識台灣的機會 今天非常謝謝純修 那一樣再提醒大家這個紀錄片 包括山海金對不對 在金門留戀的粉專上面 也都有販售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歡迎大家能夠去 透過不同方式來支持 那謝謝純修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 相關的問題 那也許我們沒多久 會在金門會見面 就不用在台灣見面 到金門見面也應該是 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經驗 好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再會